一隻雞一隻雞三百五 攀位前聚集來採買肉品的民眾 這是在屏東洩明公園舉行的屏東好 續勤 吃了好心情 續勤產品行銷活動 為推廣在地特色續勤產品 縣長周春蜜也與雯香閣主廚 一同出席活動 烹煮黑豬肉料理 現場香味似異 你看 你看 這塊多漂亮 你看 你看 皮軟啊 皮軟啊 那是我們黑豬的就是 皮軟又迷迷 料理秀主的屏東黑豬肉文明全台 縣府在這場活動中 邀集屏東縣黑豬產業 內埔鄉毛豬產銷班第三班 屏東縣養雞協會 優質乳牛廠來設攤 除了續勤產品美食攤位外 還有土雞 雞蛋 香腸促銷活動 吸引大批人潮來消費 不超所值 一隻才三百五 所以特地過來這邊 專程過來買 民眾黑豬肉就是好吃啊 因為它要養很久 養十二個月熟成度很夠 所以非常好吃 因為現在雞蛋算是盛產 然後蛋價有點低 所以藉著這次促銷的機會 把雞蛋的價格壓低 然後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在這段時間 多吃雞蛋 各攤都推出熱銷產品給民眾最優惠的價格 周春銘表示 屏東畜牧業 不論產量或品質都領先全國 未來將持續與屏東農友們 努力提升產品競爭力 那我想屏東我們不管是在畜牧 就是養豬還有洛農 還有養雞還有雞蛋 都是全國領先的地位 不管是在產量不管是質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所以我們也推廣我們的鄉親 在地的食材最新鮮 炭足跡也最少 所以我們結合了黑豬的業者 還有這個落農的業者 牛奶的業者 雞蛋的業者 在這邊攝攤 就是讓大家吃到最在地 最新鮮 最棒的一個屏東的好敘情的一些產物 屏東好敘情吃了 好心情 周春銘表示 為推動產業永續發展 縣府持續輔導在地產業 將找氣轉化為可用熱能及電能 期待業者們能追隨時代潮流 創造更多ESG再生能源 另外面對明年台紐經濟合作協定 全面實施 屏東現除推廣 平線續情產業外 也與落農戶共同推出 在地品牌阿猴鮮乳 價格親民與最在地的乳圓 在這次活動中也有涉攤 受到眾多鄉親喜愛 由於山陀颱風避近台灣 民眾都在做房台準備 也讓這場續情產品推廣活動 人氣旺 買氣也很旺 記者張如銀 楊正義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盧